霍夫尔家庭农场每年10月间都繁忙得很 大人孩子都到这个90亩大的 专门种植南瓜的农场来寻找他们最终意的南瓜 几年来科斯格鲁夫还有他的帐篷和两个孩子 每年呢都要到这儿走一趟 这儿的风景真好 通常可以从童子直接摘下南瓜 回家以后磕出个样子来 霍夫尔一家经营这个位于马里兰州 科多科顿山区附近已经有140多年的历史的农场 大卫霍夫尔还有他的兄弟是农场的第七代主人 家里其他人也一同帮着经营 这片南瓜地是1994年开辟出来的 霍夫尔说人们在这儿可以看到地里的南瓜 而不仅仅是摆在商店里面的 很多孩子都不知道南瓜是怎么长的 来这儿他们可以一边玩一边学一些知识 其他一些好玩的还包括骑马 是冰激凌 克莱恩是霍夫尔的一位朋友 他的这家卖冰激凌的车 是跟1918年的一个燃气发动机 那个时候农人用这个发动机来为玉米去除外壳 或者是帮着抽井水 霍夫尔说来这儿的大人小孩也都很喜欢坐在农场的车上 有些人来这儿是为了坐车兜一圈 整个下午就坐车兜一圈 很开心 我们当然也不介意 看着他的儿孙们新高采烈的采摘南瓜 威尔克森心里也冲满了喜悦 孩子们使劲的想把南瓜提起来 可是发现太重了提不动 这些孩子知道南瓜带回家去 会在万圣节期间受到什么样的抵抑 斯宾奈尔是头一次到这儿来 他兴奋得很 这儿来挑个个头最大的南瓜 太好玩了 这的南瓜个头都很大 才六个月大的爱登也是头一次到这儿来 他的衣着可以说是非常的合时宜 我们就想出来看一看开个心 跟儿子一块到外边开开心 也可以说是重度我们小时候度过的时光 大人孩子这会儿都把采摘下的南瓜带回城里 给他们画上不同的脸谱 雕刻成不同的样子 或者就要原样放在那里